一台藍色小貨車及時而過 後方銀色轎車跟緊緊 從小巷追到車來車往的大馬路 小貨車還變換車道轉彎 不顧前方就是砂石車 最後轎車也不管了 直接跨越雙黃線逆向 追逐過程長達五分鐘 讓人看了捏了一把冷汗 他在二手相當輪銷的時候 因為截獲同系犯的那個裙子有沒有 他就沒有在 沒有多想 就直接開著他的車 然後帶著他老婆 一路到石頭這邊 他想看看能不能在路上 遇到這個通緝犯 原來是彰化縣田中分局 社頭分駐所尋佐董浩和 十二月十一號休假 準備帶老婆開車出門遊玩 沒想到在家中接到通知說 轄區疑似出現通緝犯 他想都沒想 立刻帶著老婆開車到 周姓女毒販常出沒的地方 碰碰運氣 沒想到真的讓他遇到了 也不等支援 開始警匪飛車追逐 坐在副駕駛座的妻子 親眼目睹不停的尖叫 他親眼目睹 所以他一直在跟老公抱怨說 是不是 是不是能夠早點退休 才會常常冒著什麼人 想來抓這個通緝犯 董信元景平是工作認真 還有一雙鷹眼 查獲多起刑事案件 但對第一次出任務的太太來說 驚嚇到不行 直呼讓丈夫 明年五十歲時提早退休 不要當警察了 否則連退休金都沒命花 見神聖偉許一文李雲傑彰化 才能報導 那我們 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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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